大家好,我是龙2 今天360手机在北京召开新米发布会 正式发布了旗下N系列的最新机型360N7 现在我手中拿到的这一台就是N7的石墨黑配色版本 我们看到手机正面配备的是一块5.99英寸18b9的全面屏 分辨率为2160x1080 边缘采用圆角切割,不过幅度并不是很大 背部采用全金属一体成型的三段式机身设计 天线条与金属机身有一定的色差 不过整体看上去还是可以接受 后置1600万加200万像素的双摄像头 整体纯屏不凸起 指纹识别依旧采用后置方案 边缘做了高量处理,视觉效果还不错 底部依旧保留了360手机的logo 音量键和电源键均设计在了机身右侧 左侧则仅有SIM卡插槽 而在底部的接口方面 360N7保留了3.5mm耳机接口 不过比较遗憾的是并没有用上USB Type-C略显遗憾 再来看看月盐白配色的版本 我们看到手机采用了前黑后白的熊猫配色 整体看上去非常舒服 摸上去并不是那种光滑的触感 而是有一种磨砂的感觉 仔细来看这个白也并不是纯白 中间还夹杂着一些类似于白色大理石的纹理 此外黑色版上下的天线 在月盐白配色中也被隐藏了起来 一体感明显更强 在配置方面 360N7搭载了高通骁龙660处理器 同时服以6GB的LPDDR4X内存 64或128GB的存储空间 运行基于安卓8.1深度定制的360OS 3.0 内置5030毫安时的超大容热电池 整体从参数上来说还是非常给力的 而在售价方面 360N76加64GB版本定在1699元 6加128GB版本则售1899元 月盐白配色由于工艺难度更高 所以价格略微上浮 仅提供6加128GB的版本定价1999元 6月初开始出货 所以喜欢白色的小伙伴只能再耐心的等等了 OK那关于360手机N7 今天就先跟大家聊到这 更多有趣的科技资讯及数码体验 欢迎扫码关注微小的微信公众号 每天都有新内容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